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VUE3的课程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计算属性至SET 上一期我给您讲解了计算属性的GET 对不对 咱们是取得计算属性 今天我给您讲解的是SET 咱们要设置计算属性 该怎么做 马上开始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VUE3中计算属性的设定方法 SET 显然手续 马上进入代码部分 其实都很简单 马上看代码 大家请看 我这定义了一个DFA HelloVUE这没说的 然后咱们看我数据的部分 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APP当中 给您提供了两个数据 一个是X 一个是Y 对吧 然后呢 我干什么 我要把这两个数字进行相加 相加的结果 大家看 我这定义了一个计算属性 叫做Result 这个写法和上期略有不同 大家看 怎么写 通过这个Get 括号这个方法 取得什么 取得X加Y的结果 然后呢 把这个Result返回给页面中 大家请看 就是这行内容 这行内容有三个信息 第一 X的值 第二 Y的值 第三 X加Y的结果值 这个Result 就是这个计算属性 Get 好不好 那么您在这一行 会看到页面上的输出内容是 10加上20 等于30 好不好 这是正常的计算属性的使用方法 对吧 接下来 大家请看 我下面定义了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叫做什么 大家请看 叫做重新设定XY 在这个按钮的按下事件 单击事件当中 我呢 给了一个值 This.Result 大家注意 这个Result 它可是计算属性 它不是这个地方 我给您提供的 咱们的模板机的变量 不是 它是计算属性 对吧 这个计算属性 让它等于100 该怎么处理 大家请看 下面就给您处理了 Set 这个就是Setter 对吧 我在Set里面 接收到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 就是您在这个等于号后面 所传进来的值 可以是这个数字 可以是字符串 甚至可以是这个JS的对象 都没有问题 Json对象 都是没有问题 传过来之后 我接收到的值是多少 100吗 对吧 我把这100 一分为两半 对吧 一加两半 然后呢 这100分成两半是多少 50吗 对吧 我把其中的50给X 其中的50给Y 也就是说 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计算属性被设定 被设定的同时 页面中的XY的值 由1020变成了5050 有时说 咱们可以操作页面中 咱们绑定过的两个数据 好不好 咱们就看这个结果 来证明计算属性是可以被复值的 好不好 马上进行 我拷贝上我的代码 Body 拷贝到我今天的模板文件当中 替换掉存盘 马上运行 今天是第14课 我刷新一下页面 咱们访问一下第14 好 这个index 就是刚才我刚刚见的文件 咱们访问一下 Go 大家请看 页面上出来的是10加20等于30 咱们看一下页面的代码 Body 大家请看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咱们正常的 计算属性的使用机输出 对吧 当我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会重新设定 把计算属性设为100 同时回推 把XY设成新值 对吧 有点类似于咱们这个神经网络中的 这个回馈网络 好 咱们那是另外的话题 好 咱们点啊 注意看 Go 大家请看 值变成了100 同时XY被重新复值 好不好 然后咱改一下 我这除以2可能 您看不明显 两个都是50 是不是不明显 咱们改一下 比如说咱们传来是100 我呢 减去一个30 负给X 同时给Y呢 就负上30 行不行 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这样的话 因为是100嘛 所以说X被负上了70 Y呢 被负上了30 好不好 咱们看这结果 从而证明 计算属性是可以被设定的 好 注意看 Let's go 点击一下 100并没有变化 但是X和Y被负上了新的值 对不对 从而证明咱们计算属性可以编辑 OK 这就是以上今天给您分享所有的内容了 今天给您简单的讲解了一下计算属性如何设置它里面的内容 并且回馈到其他的变量影响到其他的变量的更新 好不好 这是一个知识点 您要掌握 但是呢 我推荐您 如果在您的编码过程中 需要设置 需要改变计算属性的值的话 不要去直接编辑计算属性 而要动态的改变XY的值 让计算属性发生改变 计算属性 在您的业务编码过程中 我认为95%甚至99.99%都是止读的 不要去改变它 这样呢 会增加您代码的理解的难度 好不好 这是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 OK 以上就是给大家分享的所有的课程的内容了 我的课程代码呢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 您可以去下载一下 好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您分享这么多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并且点赞转发给您的朋友 拜托大家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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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